已经大概就是那几位了 你们真的,你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对不对,你们真的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甚至我跟你讲,我都想要干嘛你知道吗? 不然我们大家逼着他们就是 我们就做一个实镜秀好了 我们把这一群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我们围在外面,没有结果不准出来啦 对不对 然后直播给全台湾民众看嘛 中天就愿意帮大家做这个检设好不好 你们一定也都在等办法 到底这个办法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的回答最简单 我的回答最简单,两个都要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我会认为 坦白讲,你要我看我会觉得总统比什么都重要啦 拿回政权比什么都重要 我看立委牺牲掉 只要总统拿着回来,我都愿意啊 如果是我,如果是我的话啦 对,你说今天如果说 今天假设我宣布不选了 我们立法委员就会 然后我们总统就会当选了 那我就不选了 对不对 OK啊,基层想我完成大我啦 对啦 对国民党来讲,说老实话 立法执政权,行政权其实在台湾现在几乎已经独大了啦 你说立法真的要做到什么有效的监督 那个基本上,说老实话 效果我坦白讲实质上有限 我们根本挡不住啊 人家强度关心什么法案都过得了 那个是锐利程度的问题 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对我来讲我会认为总统比较重要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其实坦白讲,立委当然跟我们自己是息息相关的 可是从到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会希望说,你真的大家先把总统搞定 因为不要让支持者焦虑,我觉得是重点 因为现在的支持者,你们的支持者非常的焦虑 我们如果再拖下去,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会开始有所谓心理的小惧场 也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差异 那整个总统大选就会成为议题上面的破口 那大家看到这个议题的破口,就会对我们国民党整体的支持度会一直往下掉 那间接的也伤害到了每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要选举保护候选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尽快的把这些东西定下来,才是保护候选人最好的方法 我们网友已经在讲了,他们觉得朱立伦是民进党派来的人 对不对,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因为焦虑 所以开始找一个人去攻击 去攻击他,因为你没有做好,对不对 有很多都是不必要的 对,其实是不必要的 其实你们早早可以把这个机制,把这个游戏规则定出来 对不对,那我问两位了 那你们到底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点 现在也已经三月过了也 好,南投也选完了 什么时候会是一个时机点 我觉得越快越好,真的 每个人都说越快越好 因为我跟你讲很明显 我觉得越快越好 在三月底就出现了 对不对 因为赖兴德他们是三月中 对不对 你要跟他差多久嘛 重点在这嘛 对不对,赖兴德最快就是三月二十六号啦 对 他最快就是三月十几号没有人登记 三月二十六号正式什么后期 他就出来了,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很简单嘛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要跟他差多久嘛 那差的这段时间你就要忍受什么 你就要忍受大家可能因为各自有支持的对象 而有不必要的差异 跟不必要的议题混乱 然后自己国民党内就在吵架嘛 然后各自支持者 你看像大安区的我现在看到的 有人说罗志强最强 有人说杨老师比较厉害 有人说我支持那个比较最漂亮的钟沛君 有必要这样吗 那你们不斗自己人 我的意见是哈 第一个越快越好 第二个你不能照自己的步伐 因为你要的竞争者是民进党施赖清德 刚才宏妮讲的很正确的 他们在三月底 因为他已经是党主席 这次赢了这个难投 他的三月底一定就是会黄袍加深 然后会代表民进党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对手的时辰 以前我觉得五月也许都算是时间OK 现在如果拖到五月才做最后的决定 我觉得那个已经拖了 比民进党会拖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 你会耗掉很多内部的 对 所以呢你也许从五月到大选 看起来好像还有半年以上时间 No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跟你的竞争的对手 要放在同一个这个步骤上面 而不要在过程当中被他不断的攻击 你本身的拖延内斗 然后呢你还要去这个抚平伤口 要去做整合 你已经一切都比人家慢 一切都比人家慢的时候呢 你就处于劣势 你在媒体的这种攻防上 你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拖超过一个月以上 所以我的意思是 最慢也必须要四月底以前 要这一组人马要出来要确定 传出呢 朱立伦我们的主席跟党中央 要调整立委的初选机制 所以民调不再是唯一的考量 他们现在眼里要适度的纳入 所谓候选人的战利级 这是一个新名词了 国民党终于有提到战利级这件事情 所以民调不是唯一的考量 那好先问宏廷好了 宏廷你现在这个是刚刚最新的消息 你觉得这个可以吗很可以 还是这个战利级很模糊啦 对应该这样讲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从何而来 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很简单 我说身为一个选将 我们就是把自己准备好 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要花一分钟来介绍自己 我们现在延长了对 我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战利级 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什么叫战利级 对 我觉得战利级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专业 你有没有公共政策 甚至国家外交国际这方面的这些部分 然后再来 你有没有议题掌握的能力 或者是理解战场的能力吗 所以我们刚才一代的提到就是说 我觉得每一个国民党的未来的民意代表 都要做好几件事 我觉得从战场上的角度 第一你必须灵活 第二你必须反应 你必须反应快 第三你的声量 你的声量必须要有一定的声量 对 我觉得战利级某些程度跟声量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该讲话的时候就要讲话 不能相远了 这个是性格问题 所以其实你说我与其从战利来挑战 战利来思考这些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什么 甚人格特质 要找到有一些适合的人格特质的人 来做所谓的这个立法委员 我觉得是这个很重要 再来就是说坦白讲 对我们自己个人而言 我们当然认为就是说 如果用战利纸来做这个立法委员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当然愿意接受啊 因为你看像我自己 我做了九年的议员 那过去不管是对柯文哲 不管是他的yoko 他的公共住宅 对不对 他的都跟他都跟公共住宅 他的专业对 他的都跟中心的弊案也是我揭露的啊 对不对 甚至到了这一次这个快筛 拓一快筛的弊案 也是我率先揭露出来的 我们当然认为就是说 我们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掌握能力 不过还是强调了 我觉得民意代表很重要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自己选举的口号叫能监督会建设 就你在意想上你要能监督 你在地方上你要能建设 那更重要一点是你要为这个国家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就你有没有办法为这个国家制造更多的可能 比如说这个国家因为你可能会变得更安全 这个国家因为你可能会多了很多不一样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民意代表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开创性 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创造力嘛 所以这一点我就帮自己打一个广告了 你看像我现在当了九年的议员了对不对 所以要创造立委的机会了 像第一台北市领先全国开始有1959动保专线就是我做的 台北市Ubike的公共保险也是我首创的 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现在 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 对啊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帮自己宣传 因为过去在这些议题上面我们少了比较多的 这个比较少去琢磨我们在政策上面有哪一些创新的能力 那你看像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二兵跟一兵的整件 二兵后面的一条新的道路也是我开创的 你看台北市有多少多久没有一条新的路开出来 这条路开出来可以减少文山区 跟大安区很多的塞车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还是强调一点就是说 今天传出来就是说如果用站立值来考量这些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第一从我们的角度上心态上我们当然是同意的 但是理性上面我们要先问一件事 那标准是什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战略是一个其实蛮笼统的东西 你看大到我刚才讲的人格特质 小到你用KPI来计算 比如说有做什么东西有做什么事情有做什么 那网路上有多少多大的这个战争 像我刚才就讲说 你看浮佑达的唾一快筛就是我揭露出来的 都更中心的弊案 台北市都更中心的弊案也是我们揭露出来的 那你如果要算KPI的话 这样算KPI吗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讲清楚说明白 它的框架到底长什么样子很重要 是是是是这个很重要 好那薛老师你刚刚听到这个就是像我们叫国民党最新的一个说法是加入所谓战利值 这个战利值提起来很清楚感觉起来很模糊 你怎么看这个战利值就是除了民调是考量之外 战利值也要算在里面这个就像刚宏田讲框架是怎么我其实也想象不出来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公平了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标准 战利值我不反对 但是它是代表世代交替吗 年龄的这个就是计算吗 还是说它是代表现任还非现任呢 因为现任可以告诉你 他过去现任做过了很多东西 他有战利值 他更熟悉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去解读 还是说它是代表你的网路声量呢 对不对 那网路声量就等同于执政的品质吗 监督政府的能力吗 其实有的时候这也很难讲 所以这个战利我们台湾的媒体很容易 就是说有一个人云亦云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战利叫怎么样 但是画实到弱实的叫具体的标准的时候 发觉到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 那到底从哪个角度 还是说综合的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说明啊 好 两位我这个说个实话啦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面都是直接讲真话的 老实际上我看到这个这个所谓战利值 我觉得就是你们国民党新创的一个就是叫做模糊焦点的一个一个词啦 战略模糊 对对对又又模糊战略了 就是战利值就像两位讲的 这个我很难讲嘛 什么哪一方面的战利 包括你可以跑五千公尺这样叫战利吗 我不知道啦 就是我看起来就是 就他的框架跟他的结构到底长什么样 他现在又释出一件事好像感觉说 哎我没有在做事哦 你看我们有在研究哦 我们也在研究初选机制哦 只是战利值讲出来说 他是什么 对不对 海黄鲍鱼干贝XO掌 他是长时间的细火去熬煮他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啊 他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我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